在花莲县卫生局的补助之下 花莲老家协会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家属的照顾课程 提供多元的内容 让照顾者在照顾家属之余 也可以暂时投入家庭以外的团体 抒压、放松、分享生活 而这一次是邀请了专业的咖啡讲师 分享咖啡的奥妙 以及如何手往烘豆 期盼在两个小时的课程里面 能够让照顾者闻闻咖啡 拥有好心情、缓和压力 为在吉安湘建国路上 社团法人花莲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的乐志据点 19日在白色城堡举行了实在疗愈 人生有滋味咖啡讲座 为那些照顾50岁以上 涉及花莲市和吉安湘市之镇的家属 分享咖啡的奥妙以及如何手往烘豆 闻闻咖啡香放松心情 我们这次是邀请到都好咖啡的王晨宇老师 来帮我们分享关于咖啡的奥妙 然后也会做一些手往烘豆 让照顾者可以在照顾之余 可以闻闻咖啡香 然后有个放松的心情 希望就是期盼他们可以在今天的课程 回去之后呢 能够再回到生活的轨道上面 继续去做他们需要去做的一些照顾工作 但是还是希望说 照顾者在照顾之余 不要忘记也替自己稍微想一下 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家庭照顾整个课程呢 就是都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相聚 那下一次课程时间 就是在9月16号下午2点 一样会在我们吉安老家学堂这里 白色城堡来办理这样的课程 所以也很欢迎就是需要的民众 可以一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急救课程 我们有邀请红十字会 来帮我们做教导跟学习 在卫生局的补助下 老家协会吉安相乐至据点 每个月都会安排一次家属照顾课程 提供多元的活动内容 让照顾者在照顾家属之余 可以暂时投入家庭以外的团体 分享生活故事 舒压放松 期盼再两个小时的时间 让照顾者缓和紧绷的压力 另外在9月16日 也会邀请红十字会 举办急救课程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报名参加 记得蒋邦彦吉安相报导